在視網膜病變得患者裡面 有一部分會眼底出血 臨床上我個人在治療 急性眼底出血這個疾病 主要是以耳朵 為主要的一個治療方法 通常在第一次耳朵 當場可以感覺到 眼底的這個血塊縮小 而且變薄 那為什麼這個耳朵 用我們急性的眼底出血 非常有效呢 這主要是透過耳朵 可以出現整個這個頭啊 面啊眼睛耳朵 還有頸部的整個的一個 氣血循環 進而使得我們的眼底的 旁邊部的這個水腫 出血跟淤血 快速的得到代謝 然後改善 在食料保鮮的部分 例子胡桃仁 他有不易甘腎 羊血瞑目的作用